明昌后选手们迅速跳下水里 奋力往前游 期望争取好成绩 彰化县佛表示 渐行游泳池从民国73年建立至今 约有40年历史 经过11年设备太旧换新 总经费5243万元 除了渐行游泳池开幕以外 也是我们的县长辈的游泳的一个比赛 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们 真的平时都非常用心的认真的学习 今天在这边也期待他们 都能够突破自由再创佳机 县佛表示整修后的游泳池 标准池从8个增为10个赛道 也特别规划县长辈游泳锦标赛 参加比赛的有42所高国中小 共计327名游泳好手同场较近 与此同时张华县政府也新增交通处 同样在体育场内的体育馆一楼 正式接牌成立 王惠美表示交通处是将分散在公务处 城关处警察局等业务进行整合 透过专业解决交通瓶颈 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锡红台湾彰化采访报导